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热衷于缩短教育和现实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的距离 做的不是不指定里面的翻译理论 是跟这个社会的发展 尤其跟学生的接受密切相关的翻译研究 他的成果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多个国家的核心堂目上 也体现在国际上一百多首著名大学的演讲的内容中 在周教授在国内演讲过的大学呢 包括北大、南大、东南大学、人民大学、北师大、香蕉大 曾经大学、武汉大学、福州大学、北宇、华东师大、华南师大、济南大学 香港美工大学、晋慧大学、台北师大等等 由于以上的建树呢 这个周永教授获得了2009年澳大利亚国家教学创新奖 和2010年文学院长学与教最佳学术贡献者 中教授呢这个在国内演讲过的题目呢也比较比较多 今天呢给我们选择的这个题目呢是 借现代传播模式寻找中华思想对外传播解决方案 建模 这个题目呢我就非常感兴趣啊 一个是这个最后的两个字呢建模 这个一定是看得出了一定是周教授在这个众国的方译事件当中应该找到一种模式 可以行之有效的推广 第二呢是中华思想对外传播 现在是国内这个传播理论界都放一届热门的一个话题 在这些年习主席提出了这个中华文化走出去 这个加强这个中华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这样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这个支持下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传统思想的对外传播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 近两年呢 国内的有一些重大项目的这个或者国家重点项目的题目 就直接对外传播跟对一带一路的建设相关 所以我我个人呢也就是对金教授的效果对外传播的演讲呢 充满着期待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金教授 首先说谢谢各位市长同学们给我这个宝贵的分享机会 每去到一个大学都会比较兴奋 因为又多了一个机会去讲自己的想法和行动 然后发现无论讲了多久还是没什么效果 那咱们接着讲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 讲以前我们先做一些推广活动 先做一个推广活动再接着讲 刚才主任介绍了我的一些经历包括到处讲课 那么希望给大家更多的帮助 这里我三个方面的讲座的视频链接 欢迎大家随意使用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这个链接留在了Desktop上面 大家可以来抄 你也可以照相 第一跟这个怎么去做学术 怎么读博士 怎么写论文 怎么发表有关 这里有四个讲座 我是一系列的讲座 我虽然出国多年 去国多年 对中文还不至于数字还不至于差的乱去 这个是因为有些视频没做出来 一共有九个视频 这里有四个 第二个系列 和翻译理论和实践系列一块 相信你看了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包括最新的走势 包括个案的分析 包括这种哲学的反思 包括还有一些 最后一个的是 这个叫什么 真人秀 那种真人的纪录片 告诉你同传的工作 性质和生活 一个会议的过程 第三个 和教学法系列一块 这是我到处去推广的一个教学理念 和这个教学方法 叫做课程2.0版 或者2.0课程 好了 现在开始言归正传 今天呢 主任和你们的院长 反复提醒我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就抓紧了 否则我可以继续 推销 像江湖栏珠一样 不断的 今天讲座 抱歉我不能把这个 PDT留下 但欢迎你造型 不留 是因为这是我最近在路上的一些思考的结局 还没有 还没有 就中板化 还没有把它做出来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 不成熟的想法 希望大家理解 意思是第一 很多漏洞 第二 欢迎大家挑战 欢迎大家提意见 甚至欢迎大家 自己把它做出一个模式 我问题分析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相信只要你是学翻译 你将来想有一份工作 或者说你想做学术 你将来学术想做得好 那么我希望今天给你写帮助 这个帮助我希望是一种 可以捉摸到 比如说大家知道 翻译走向死路 我可以告诉你 大家总说最高的境界是为联合国翻译 我可以很确切地 负责任地告诉你 联合国现在没有翻译这个职策 早就联合 所以不要听别人说 联合国翻译 没有这个基础 要想一想出入 想做翻译 第二点 如果想做学术的 那么 非常有幸地来到这里 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点子 包括 大家都搞中华思想对外翻译 我们有没有一个 另必吸路的可能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道路可以走 就为国家 为自己 为学校 多做一点贡献 今天中午 跟你们领导在聊天 在交流的时候 在想 将来合作 我在想 突然想到 说不定将来我们可以建一个课题 以这个为中华思想对外宣传的模式 怎么去做 希望可以有一些 给你们一点启发 给我自己的一些启发 也探索一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还有一点 今天讲的未必是新的东西 人是旧人 严福 但我今天保证 一定给大家讲一个新的思路 对严福的一种 重新的审视 东西也是旧的东西 包括很多模型 也是旧的模型 特别是传媒科学 传播科学里头 学科里的一些模型 但我相信 它一定会对我们翻译学的学生 学者有用 这个世界 是一种 叫做 hybrid的世界 叫一种杂交的世界 跨界的世界 希望 其他的一些理论和思想 会我们有帮助 今天给大家一些挑战 第一个挑战 我们今天讲课很多图 其中有很好的一些图 别人做出来 前人做出来 有些图不那么理想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 这两个图 不那么理想 大家去想一想 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或者提出一个新的图 这是我对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翻译 做出的 你一看这个图 这根本不是我做的 你一定看过 对不对 很多同学在某个学科里看到 有没有听说一个人叫做马斯洛夫 我希望这个图对我们的对外文化翻译 会有一些启发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图做得好 希望可以改善 那么我在这里直接跳下去 这是我做的另外一个图 我希望这个图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思想 对外传播也有帮助 在我看来 传播 比如说最好的就是传播智慧 就像一个冰山 只能看到一角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指数 实际上刚才曹老师讲的 给我一个启发 领袖说 中国优秀文化全国 对外翻译 从来没说过中国文化对外翻译 讲的应该是优秀的东西 现在你们看我们现在翻译的很多东西 真的不是优秀的东西 怎么能把地址归三字经反复翻过去 没什么意思 其次是人物 最后才是文本 越下扁 人家越上不见 这是我今天做出来的两个 但是呢 不满意 因为不满意 希望大家一起来改善它 这就是第二个挑战 请今天在座的 好动脑筋的 好思想的同学老师 一起来构思 能不能设计一个新的图 把我们的工作的重点 我们工作的原理表达出来 进行传播 我们跟工科 理科 最大的区别是 我们想啥说啥 工科理科最大的好处 六点 他们经常在用一个模型 把自己的实践 把操作 把过程 把原理讲清楚 那么给大家一个挑战 文科 文科能不能向工科理科 看起 把一个模型给做出来 今天给大家的一篇 也希望对我也是有 启发 最后 第三点挑战 反思翻译 看我们能做什么实践方面 能有什么可做 有什么可以做 怎样去做 研究也一样 翻译研究也一样 现在开始揭露 这个时候我需要同学们 给我一些启发了 我们先交流一下 因为最后的时间 只有一个半小时 我们最后没有问答的时间 现在开始问 有没有 大家告诉我 关于对外翻译 中翻英 中翻法语 中翻日语等等 大家现在关注的是什么 争论的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现在争论最多的是什么 争论最多 老一同学说一说 这是你 Rise and Shine的机会 我们的学生 我们强调一点 Rise 挥扬出 And Shine 去照亮社会 这也是我对我们的学生 所以希望大家也去 想想Rise and Shine 大家都坐着说 我能不能说句话 来一声惊雷 震动一下对场 有同学笑 没有同学举手 希望还有同学举手 男同学最后一排 男同学好多男生 都在最后一排 男生站起一个 说实话 勇敢一点 现在关于外宣翻译 有什么争论 等着了 男生 六个男生 七个男生 八个男生 这是我见过 听众里 男生最多的一次 很受公布 来一点 激动人心的意见 有没有 大家得争论什么 你起码 无论你做什么 起码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 大家关心什么 议题 有什么争论点 有什么焦点 几位男生说一下 有没有 勇敢一点 我现在是站住主持 那个外宣翻译呢 我就是了解 他就是 好像是说 一个 清晰 的 的 一个 外宣翻译 另外一个 那一方要 选择的就是 外宣翻译 不选 得 感谢你刚刚讲的那个 选什么 翻译什么 选择什么 技巧啊 方法 利益啊 还是利益啊 职业啊 还是感业啊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所以博士就是 大家将来如果想读博士的话 赶快接触博士 向博士看齐 女同学没问题 女生来个问题怎么样 还能补充呢 选择什么和翻译技巧的选择 还有什么其他 可能性 大家真认为 那么我 时间关系 大家看看这个 能看见吗 这个字 这是我们经常争论的一些议题 谁来翻呢 中国人翻呢 还是外国人翻呢 专业译者翻呢 还是学者翻呢 还是坚持的来翻呢 翻译什么呢 通俗作品 还是语物 还是点击 还是 翻译标准用什么 翻译方法用什么 规模够不够 翻的够不够 有没有其他 争论 大家关注到 我这里漏掉 我对这些争论的反馈 和意见 有问题 有争论 无心意 而且永远无尽 无论你怎么去 争论 最后是没有定论 在我看来 没有定论的东西 不值得去争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可有理的东西 我不去争 我们今天另外看起 这个是我 我的一些 不是我的说法 就是大家现在的公论 关于这些争论 然后我说 提供一些意见 或者一些信息 在这里我提到 专门以规模来讲 有些人说规模还不够 那我给大家提出几个事实 如果说中国翻译 遇到西方语言不多的话 我说实际上有些地诊 他一个人就遇到实际的书 包括安乐者 很多这种意思说 很多人已经翻译了 第二点 根据黄有业的说法 在中国 翻译行业和业界里面 工作量全部加起来 百分之五十四 已经是中意外的 中文议程的外国 意思是很多 特别是你考虑到三十年前 不到百分之五 不到百分之十 是一成万一 所以规模很够 再说一点 世界上出版 发行量最大的义本 是这个 博主席一路 五亿 所以如果说规模来讲已经很多了 我看来有这些争论有些大家不太了解 想说啥说啥 实际上规模很大 当然你说也有地方还没有到位 比如说有些还能翻 这个实际 知智通鉴没有权益本 不过我们要想一想 有没有必要义权益 不要想一想 所以 这些争论不是我们关注 也不是我关注的 也不是我们今天讲座的重点 我举个例子 即使是专家对音译 赵燕春对音译 持批判态度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 推崇的是音译 所以 技巧的选择 永远没有结论 在我看来 哪个有效 哪个更好 没有必要 说 只能用这个 不能用那个 在我看来 这些都不是一种很合理的 科学性的解释 我们今天要提出一种 合理的科学性的解释 再举个例子 抢打底 天命怎么应 按照刚才中国文化 那个 那个 术语 这个叫什么 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来讲 它有三个翻译 The truth in religion The law of the God The decree of heaven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争论哪个好 哪个不好 也没有多少意义 基本上 这些争论 纠缠于数量规模 谁来议 方法计较 标准 他们不提 第一 不是 谁来议 而谁来看 谁是读者 第二场 读的效果 怎么样 在我看来 这种争论 永远 下一场 再争论 还是一个效果 没有意义 这是前一个 讲座 在重庆大学 做的讲座 我视频 做出来 会传给 曹主任 大家可以分享 今天先用的 第一个模型 取之于 Sharmon 他们提出的 这个模型 叫做 传播全部 成立的模型 你在这里 可以看到 出处 比如说 是一本书 或者一个思想 谁把它传播出去 可以是 然后 传达给谁 可以是 对西的 最后 你如果真的 能对西方 或者美国 或者欧洲 或者澳洲 产生影响 那么这个被影响者 就是他的 开始的迷信 就是猛者 这就是一个 传播的 去的过程 在我看来 绝大多数的翻译 我就没看过 几个超出了 他们只关注 我翻什么 我 谁来翻 怎么 他只关注 这个 没有人去关注 这个叫 Noise Source 干扰啊 障碍啊 故障啊 困难啊 等等 没有人关注 这个 也没有人 关注 Receiver 也没有人 关注 Destination 所以我说 按照我的标准去评估 借用这个模式去评估 我们现在的对外翻译 很难说是成为的 他只有出发 没有到达 没有过程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批判 还要提出我们的解法 希望提出解法的过程 对大家有些启发 知道我将来翻什么 做什么 学什么 我将来做学术 我怎么去做 对国家有益 对民族有益 对现代社会有益 对一个公民社会有益 对我们自己也有益 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 现在我们开始讲严富 严富 我们没有 很多时间去想 问一下 严富大概是什么时代的人 问一下 多少年前 他成名或者 最active的时候 最活跃的时候 大概多少年前 这十道话 可能更早一点 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信达雅 还有呢 天眼论 天眼论 对 天眼论出版在哪一年 我先说一下 天眼论出版在 一八九九和一八九八年 那是一个中国什么年代 什么年代 什么年代 大概反正就是晚清了对不对 这个封建朝代就要没落 民国就要起来的时候 而且这个朝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西方思想的冲击我们本土思想 他是带来西方思想的这种干将之一 他除了翻天眼论 还翻了自己 他翻了八本很有影响力的书 跟科学的自然科学有关 天眼论 跟操守有关 这自然科学他讲的一个是 ethics 操守有关 我们以前讲的是道德 人人道德 他讲的是人和自然相处的原则 还有一点 跟经济有关 原副就是 是不是叫原副 国副论还是叫什么 Walt of the nation 也是他翻的 这个人厉害 就像你们说 翻书 还有发明了新大洋 等一下我还要讲细节 实际上这个人更厉害 还有什么成就 有些不重要 我就先数一下 还有他成立了 中国第一间语言学校 俄语学校 第二 他办过报纸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他挣了很多钱 他每翻译本书 都可以挣很多钱 第三 他成了博师 就是皇帝的老师 第四 你一定不知道 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北大校长 第一或第二任校长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中国第一个国家 是他写的 想不到吧 今天说这个就是为了告诉你们 翻译绝对不仅仅是翻译 翻译首先是个社会活动家 思想家 传播家 如果你仅仅是我是个好翻译 那么你运气好的话 你可以挣一个不错的工资 在长沙也就是三五千块钱 在广州就是六千块钱 在上海北京可能一万块钱 那就是最好的一般的翻译 再好一点 你翻译了两本书 成了陈汪道之主 比如说 翻译了 《共产党训业》 也就如此了 他最后的命 还是毛主席救的 为什么 他脱胆 革命以后 他又要受到迫害 毛主席说 这是我老师 留下了他 所以我希望你们成为严福之中 严福还有一个最大的成就 大家猜猜猜是什么 在我看来 一个很大的成就 很伟大的成就 其他人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进步 可能会掉脑袋 当年出现了戊虚六君子 他这本书发表的同年 戊虚六君子被看透了 作为同道者 也是作为一个改革者 当时他是改革者 他成功了 书出版了 改造了中国 还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所以最大的成就是 他把事情做成 把自己的命给保住 所以大家想一想 做事不容易 但是要讲究方法 这也是我尽量讲的意义 严福的伟大 在翻译方面 等一下我要讲 姓达雅 现在先讲一个 他翻译 绝对不是说 我选了一个东西 把 Evolution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天理论 找出来 我选了一个方法 业度就行 他考虑的是 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你知道 我很少见到 议者 那么细致 观察社会的人 第一 他考虑 我选择什么 来翻译 对中国 出动 最大 第二 他知道 做这件事 会遇到什么障碍 我可能要掉头的 这个我逆出来 不会有人看 第三 我知道 中国只有 百分之一的 十字 当时 文盲 大多数 只有 百分之一左右的人 认知 你们猜 这些人 是什么人 认知的人 在中国一般是什么人 当时 一百多年前 当官的 学而优者 是 对不对 考了科举 当了官 还有什么人 还有就是 当不了官 回来 我们好像 这里有一个 解甲归 不当官 回来 有个叫什么 谢甲归 还是 反正 此官不作 回来的 当时认知的 就这两个组 问题是 我 你想象一下 你是年福 你生活在一百三十年前 你说 我要 革 朝廷的命 但是 朝廷 就把持在 这些 士大夫的手里 你说 我要你读 我的书 有什么办法 他知道 他的读者 是谁 他知道 他的读者 目标读者 是谁 这些人 有什么 优点 有什么 缺点 他 投其 所好 我告诉 大家 毛泽东 经常讲的一个词 就受到他的启发 叫做 唐一炮弹 毛主席说 有些人想破坏 我们怎么样 扛用唐一炮弹来 辞职辞职 他就是用唐一炮弹 去死 古时 士大夫 朝廷要预 他把天眼论 大家回去 看一看 议成了什么东西 他议成了 先秦 后汉 的文体 什么叫 先秦 后汉 秦代的 汉代的 汉朝的 文体 比如说 诗经啊 等等的 甚至比 唐诗 诵词 更古老 但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些是 当时科举的语言 每个当了官的人 都熟悉这个语言 所以 严辅想追求的效果就是 我一本书 可以朗朗上口 让这些人 晃着 变着 长变着 一手 对着拿着一本书 在这里朗朗上口 去背书 而且他成功 你们再去看一看 鲁迅的一本书 叫 《昭花十语》 还叫什么 《昭花十语》 《昭花十语》 什么 《昭花十语》 《昭花十语》 对 他写给 徐广平的一份信 他说到 有一天 周六 我上街逛街 看在书摊上 买了一本书 让我一看 七七 上面写着几个 天眼的大字 你看 他一翻开一看 哇 那么优美的文字 连这个热心于革命 极端革命的人 都被一个很 古老的文字 文体 叫做什么 被吸引住 马上决定买一个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意义 所以给大家一个message message number one 我做翻译的话 绝对不做一个一般的翻译 一个专业的翻译 或者一个什么翻译 我要做一个有特点的翻译 中国人的句话叫 此秒不飞则也 依非冲天 不明则也 依明惊人 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文体 而且这个文体 可以达到特殊的目的 现在挑战更大 现在无论你掌握了什么文体 你都是在消防的过程中 因为现在进入多媒体时代 现在进入网络2.0版本时代 这个时候给你们的挑战更大 这也就是我说 很可能大家要进入 今天做我建议 要开新课的话 新的研究中心的话 新的选题的话 就应该去选择 international 包括学翻译的 也去想 我怎么进行辅集翻译 或者画符号翻译 包括研究的 去想 我怎么去研究 画符号翻译 而不仅仅是原来的文本翻译 当你意识到 文本翻译已经过时 那就应该采取 下一步 所以希望大家 牢记点 现在的翻译 我不认为有谁 可以给我们足够的进化 这个人可以 我等一下跟你们说 分享他更多的一些 经历和他的做法 现在回到我们中华思想 对外传播 我觉得 要把这个工程给做好 三个环节 必不可少 第一个环节 我们要有实力 举例而言 非洲很难向中国推广 非洲文化 也很难向美国 欧洲 澳洲 推广 文化 为什么 因为按照我们这种 达尔人主义的看法 这个世界分落后到先进 落后的文化 很难影响先进 所以 我们要具备足够的实力 这个实力 两个方面 我给它做一个区分 一个是气 一个是道 中国的气 已经很厉害了 大家先猜一下 我说的气 是什么气 实际上这两个字 都出自中国一个习语 我再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 无论我接触了多少文化 多少理论 我们自己的一些老底子 对我是有启发的 包括我尽量在中国的习语里 去寻找 inspiration 寻找启发 寻找一些散光点 这个给我一个启发 中国人说 行而之下 为之气 行而之上 为之道 听过吧 你能看着的 能摸到的东西 是气 你看不到 摸不到 超越你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道理 中国的气很厉害 包括湖南的中车 以前的南车 对不对 你的高铁坐得好 就会有人想要 当中国的这个 比如说太空技术好了 大家就是想要 当你把东西坐当 人家就是想要 所以你要有这个实力 第二点 道这方面 我觉得有欠缺 那么他给我们的 一个启发就是 第一个启发 这一个启发 先说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说具体 我们在思想上的探索 欠缺 我们在说法上 思想上 哲学思想上 这种理论上的 深度太浅 我说一点 当你还要说 除了思想说法以外 还有一个叫 中国叫话语 我愿意把它叫做说法 中国说话语 我们说 争夺话语权 要跟西方争夺话语权 但是我们都没把话语 给制造出来 你怎么争夺 你说你讲话 讲半天让我上来讲 我上来哑口无言 我还是一个薄弱的人 我上来讲的都是很成就的话 那么我还是一个成就的人 要制造新的话题 比如说一带一路 我相信 因为我们有这个实力 有钱的实力 有这种 愿意出去花钱 扶持其他这种贫图 或者向外推出产能的能力 那这个一带一路 突然变成了一个国际上流行的词 我相信世界上 一切有教育的人 都知道这个词 问题是 太少 太昂贵 这是用大概预计 是用三千亿美元 推出来的一个词 作为学者来讲 我们要反思 我们有些工作没做到位 没做到位的东西 最缺乏的东西 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就要去做 好了 我说了第一个环节 还有两个环节没说 大家猜一猜哪两个环节 还有两个环节没做 要完成这个中华思想对外传播 我们今天用一个模式型的方法来推出 所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是一个 还有两个呢 什么环节 大家猜一猜 那里有同学想说是吗 可以说一下 有一个很适合的途径的方式 很可能 包括翻译也是一个途径 翻译的途径 以及把它推出去的过程 用什么方法 OK很好 那么基本的解决这个环节 还有一个呢 实际上非常好这一点 可能我这里都弄了 回去我可能加一个环节 要增进国际的这种交流和交往等等 老百姓之间的和学术之间的交流 也可以把它变成那种文化叫做学术交流 很好 还有其他环节 什么其他想法 哇 后边男生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都是珍稀动物啊 这也说明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有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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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为学习就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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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一个 如果说实力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认识到实力不够 那么序大实力很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 我很希望翻译系的同学 不仅仅学翻译 还去研究以及创新 去做大实验 我有没有写错字这个座 是这个座吗 我突然在想 是不是另外一个座 是这个座吧 做大实验非常重要 所以我很希望 国内的翻译课程 语言课程 加入创造 批评创造 创新的环境 举个例子 你们现在玩的手游 最 最 最popular 最流行的是什么 王者荣耀 对不对 王者荣耀 那个就不是一个 简单翻译的过程 是同性推出来的吧 这个团队里头 有一个叫做Rain 是我的学生 在我看来 他们做的事 就是去欧洲寻找一个游戏 把它改造过来 创新 第一本土化 第二加入新的元素 第三做创新 再与子 再举个例子 我想想并佩战 比方说 让子弹飞 谁拍的 要说 将文 谁给他创作的剧本 是的 这个剧本是受到国外的情 他把一个作品改造成电影 他也是一种创新 《让子弹飞》也是 这些不仅仅是跨幅 一个陌生女人的内心 徐静雷的 也是在创造 这说明翻译的两个 必备的环节 我们学习过才有点忽视 第一 画符号翻译 第二 创造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 其实我想说研究的能力 现在先不说 等下说 所以做大实力也很重要 如果全国250个翻译课程 都在讲翻译的话 我是很失望的 我希望250个翻译课程里头 有些去讲翻译 以及通过翻译来创新 要有这种课程 第三个环节 刚才说到翻译 对不对 说到传播通过 但是 我们说的翻译 和现在赵燕春 或者其他的一些人 说的翻译是不同的 我说两点 实际上实践不重要 大家都在做 我们也可以去做 但我觉得 对中国文化最好的推广 不是翻译文本 因为文本本身已经死了 你去看一看 我相信 我大概2012年前后来过一次 我当时在街上 我印象不清 但我肯定看到过书店 因为我曾在这里 买过几个教材 带回去 我曾经看到 中国每一个路口 都有两个书爆炭 现在都没 我曾经看到 每条街上 中国都有照片打印片 柯达 富士 还有什么 现在都没 为什么 文本死了 我们还在去做文本翻译 成问题 我有个说法 论语翻译了一百遍 六十遍 道德经翻译了一百遍 你再翻一百遍 没人看的话 还是没人看 更重要的一点 这也是对同学们的一种读存 我们刚才讲的是创新 下面讲研究 一种学术探讨和写作努力 更加重要 当你看完一个中国经典 你可以把其中的一些罪 像说的优秀的中国文化 那就包括优秀的中国思想 把它给探讨出来 把它写成论文化 那我相信 你的贡献 比单纯翻译文本 更加重要 你的贡献会更大 而且我还会告诉你 它对你本人有好处 你翻译了一本书 中国的平均的稿费 一千字不到一百块 正常情况下 不到一百块 你翻译个十万字 二十万字 也才拿那么一万块 或者一万多块 我最近 我觉得我翻译方面 还算是有造诣 有一个出版商 叫我重新把它走出非洲 再重新重版一次 我要改 改得细心苦苦 他给我的稿费 好像是七千还是一万 我忘记了 一本书三十万字 这就是你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 你写出一篇探讨中国某个精华 某个优秀思想的论文的话 第一 你如果发表在一个学刊上 你对你的学校是个问题 你多发表几篇 曹老师这边高兴 因为你学校就有可能 停上双一流大学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中国最高的学校 给SSCI论文的奖金八万人 你想写一篇论文的奖金 要比翻译本书要大得多 这也说明思想的传播 比文本的传播更加重要 思想从哪里来 你要研究出来 要把它用一个 可以接受的国际学习界 接受的格式 把它写出来 我说的这个归根结底 就叫做话语提令 什么叫做研究 研究就是概念的推陈出新 我们如果作为翻译区研究的话 那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等等 提炼成国际上可以接受 可以流传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讲座有点重要的话 有点意义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是现在整个翻译界 包括我们包括连中央到地方 每个人都忽视的东西 我们重视的是文本翻译 忽视了话语提炼 没有人就这样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作为翻译学者的话 我也希望你去参与话语提炼 而且是用英语来提炼 而不是单纯的文本翻译 如果下一次你要报国家选题 省理的选题 那么我希望你去考虑 以话语提炼为一个主题去报 如果上面你碰到有识之士 或者有识之官 我相信你会有点记忆 这方面 严福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 话语提炼最厉害的人 稍后我给大家看看他多么的厉害 刚才有人说 是位友同学说 他推出了信达雅 对不对 信达雅就是他对翻译过程的一个话语提炼 他把翻译的标准 方法 做法 效果 和要求 用三个字表达了出来 典型的话语提炼 稍后我会告诉大家 他有更多的成果 稍后分析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英译大权 你看一看 左边的是中国的思想 右边的是翻译 大家说一下这些翻译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规律 实际上我把他两个规律已经写在了文字写的帐篷 原来打算动漫就让他自己就出来 所以已经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 他没有选择性 什么思想都翻译出去 实际上有些思想 包括现在有人去翻译三字经 弟子 或者什么女经 我觉得这些都是给中国文化抹黑的人 你想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网络2.0版时 已经进入到2017年了 是吧 已经进入到2017年了 这个世界什么都出来已经翻译了 你自己都不用拿女帝子归女经去教导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的时候 你怎么会想到去拿她去教育老外女 不很可笑吗 所以第一他没有选择 第二他只会解释 你看他解释的自身叫spontaneous generation 你一翻译成 比如说第二个中和 叫做balance harmony 你想一想老外 老外一看你的harmonie 谁都知道什么是harmonie 他不觉得这跟中国世界有任何关系 谁都知道是harmonie 谁都知道什么叫harmonie 他没有一种话语 没有心意 他只有解释 这是他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对他们的提案 你们刚才看我前面 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 是从这个到那个 一步步简单地去到读者 他们只有一条线 一厢情愿 一个方向 以为我可以达到读者 他们要找到一个 好像具有魔力的那种 可以完全代表原意的一个词 把它给替换上去就行 他找到那种魔力词 绝大多数的翻译都是这种 他的缺点是 把整个过程简化 忽视了noise 忽视了target 忽视了各种障碍 困难 忽视了各种的目标读者等等 他只有转换 没有 只有解释 只有寻找 缺少思杂思想 缺少创造 缺少言情 这是我对现行的翻译方法和这种常规的批判 给大家举例子 大家看盐福怎么做 盐福出了一本书 八本书 其中一本叫天眼论 刚才说到了 他这本书前面有几个序 别人给他的序 他自己的序 还有一个序叫做 毅力言 我把他其中几句给摘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 看一下 如果让你挑关键词 最有吸引力的词 你会挑哪几个 我随便找几个学生问一下 你觉得哪几个词就有吸引力 你说吧 听到几个 你还是说 哪几个词会就有吸引力 看不到 什么 前后影策 还有呢 这块东西 说一下 有哪个词 你们才是 别人自己造出来的 哪个术语 哪个概念 有哪几个词 是他造出来的 造出来的 有哪几个词 他造出来的 有哪几个词 有哪几个词 像雅原來就是,但他把它改造成了翻譯術語,他說翻譯要做到信雅雅。 第二段解釋的是什麼叫做答,什麼叫做信。 他自己真正的用中國的漢字組成新的術語,新的詞。 他真正用Existing Characters組合出新的Words是這幾個,最後的幾個,看出完美。 他在翻譯一篇作品的時候,他製造出了無數中國的西詞。 其中,哪幾個現代你們還能認得,還沒有傳? 若見,天者還知道。 儲能,什麼意思? 你可以猜,需要我給答案嗎? 抱歉,我也不知道。 這是言無詞的新的話題,這不是所謂的話題。 為什麼我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 等一下,後面還有一個,一定會震撼你。 也會讓大家翻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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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定有正常的故事。 一定有正常的故事。 你們猜。 現在,同學們,如果讓你翻一個十萬字的文本,你要多猜。 你要多猜。 十萬字。 你要多猜的時間,十萬字。 英文半鐘。 半年。 對。 你要多猜的時間,十萬字。 半鐘。 英文半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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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他打给他,我不知道他翻译或什么语言,但是我知道, 一名之力,提炼一个话语,这个语讯吧, 他会为一顿提炼的很多思考,去想,去做很多工作,回头想想我们有个做的,我们做的, 因为我们不是有没有做的,就是做的,我们就是要单一教, 我希望大家向他学习,特别是如果你想推广中国文化的话,那这个很重要的工作, 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引入西方的文化,甚至引入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很难推广中国文化,因为我们顶多可以赞助,比如说联合国的讲座, 这个叫平台,可以赞助各个国际机构的平台,但我们讲不出希望,没有人去做这个提炼工作, 我相信,包括一带一路,这个工程实施过程中,都能提炼出很多话,但是没有人去做, 我们先来做个游戏,先休息一下,大家看一看,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成语, 南辕北辙,对不对,有没有替代的成语, 什么,弄巧成拙,还有没有,背道而驰,四个,还有没有, 什么,舍近求远,也可能,很接近,五个了,还有没有, 我再说一个,原物情,奈希玛这个题,再说一个, 一字千金说的是什么故事,谁的故事,关于谁,关于谁,关于谁,一字千金, 那个,那个,商鞅,那个,女士春秋,关于谁,商鞅, 商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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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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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但這位同學的回答很有趣 先問他,他說了一個錯的 然後他說是李氏尊敬瓦魯超頓埃 又想了半天,是呂布爾的故事 但如果真的讓他把全部故事講出來 我相信很難講 這兩個練習,現場的挑戰很說明問題 文本、文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成語,成語是什麼?成語是話語 成語是中國文化通過兩、三千年不斷的淘汰 不斷的這種內部的,不斷的這種生活活動 不斷的取故那些 反正不斷的淘汰體煉出來的話語 一說的話語,大家可以說出六個七個 一說故事說不出來 頂多可以說出作品、朝代、人物 但說不出故事 所以今天你的回答告訴我們 最容易讓人記下來的 是話語、是成語 其次是作品、女士春全和人物 最後才是文本 但是我們現在大家翻譯的都是論文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今天用兩個現場的這種實驗 做了為前面的講座,做出了總結 現在大家看另外一個圖 剛才看 這是圓圖 Abraham Hara Mosfer 的圓圖 對不對 大家可以 這是什麼 大家看得不清楚吧 這些都是氣 都是物 都是能看得到 摸著必須的東西 越往上走 越傾向於是道 摸不著 看不著 但最重要的東西 從 生命上 到 安全上 到 情感方面 到自尊方面 一直到最後 你會發現 越下墊 越固執 越上 越近 這就是我們現在翻譯的現狀 第一說明 越是道的東西 越沒有人翻譯 但這些道的東西 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給大家舉些例子 這些關鍵詞 話語成語口號 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推動了中國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發展下去 包括比如說 歐秘狀的 拿無阿彌陀佛 把中國改造成佛教 这个物竞天者、适者生存 把中国推动成了一个现代或者近现代社会 然后还有叫做什么 人叫各尽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这些话语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然后民主、法治、人权成了主席的核心价值观 一带一路还有动漫这些方法 大家想想看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动漫的世界 但你再去看我们的翻译 有谁在做这方面很少 所以他成了金字塔的顶段 这也是我给大家指的一条例 当你走这个你有可能爬到金字塔的顶段 任何的翻译 如果你将来翻译毕业以后做这些翻译 你的工资就是三千五千 你永远就是个义民 永远就是个传声筒 永远就是个挣钱 而且是辛苦钱 每写一个字都数钱的翻译架 其次就像你刚才能记得 女士春秋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必须翻一些作品 比如说王者荣耀哈里多浙 或者是大多数 像比如说中国大多数的翻译打架 他们去翻哈里多浙等等 当然你如果更有名气的话 更有机会 国家给你很优惠的待遇 给你特提费的话 你可以去翻轮椅 李白杜甫 宫崎俊 红楼梦 把这些翻译成日本国的作品 但是最需要的是上边一种 你可以看到机会越来越少 做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贡献是越来越大 为什么 它是道理 因为它能改造社会 如果说中国要传播文化的话 它能去真正的帮助中国推广文化 讲到严福 我刚才说要给大家讲一个震撼的故事 讲以前先说这个 严福 我说它提炼了很多字 术语 很多新的概念 还有12% 不是我统计的 是别人统计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叫王克鲁就记了 12%有传到今天 包括物敬天泽 物敬邦哥白年 有一间邮寄 这些字都是言词发明的 大家如果还在用这些言词 要感谢它 同时还要内疚 我们中国一百多年 好像没有推出新的词 它还有一个词 我经常拿它来做个案 叫做 拓都和腰密 大家猜它翻译成什么 这两个新的概念 来自于什么英文词 拓都是什么 实际上是它对西方一个理论的 反应 西方一个理论叫 aggregate 把东西聚在一起 它的总数叫 aggregate 然后呢 把这些单个体聚在一起 这些个体叫做unic单位 这个是total 它译不了aggregate 很难译 它就把aggregate先改成total total改议成拓都和腰密 它里头又有音译 又有中国这种以前古文里出现的词 比如说腰 比如说腰 下面一个问题 大家猜一下 回答一下 为什么不能流传 它的翻译 为什么这些字 现在看不见了吧 没见过吧 为什么消失 大家猜一下 为什么它的这个翻译会消失 有没有人可以想 拓都 很难捉摸是吗 很想的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 储能 我还给你说 储朋友的能源 还能猜 拓都很难 很难 很难去想象它表达的意义 对 还有其他 有点腰捏的意思 有点白骨精的感觉 对吗 腰捏 然后呢 而且不小心还读成了 魔忍 神魔的魔 对不对 而且我可以告诉很多学者的专注里头 真的把它写成 神魔的魔 不知道有这个字 魔忍 魔忍 实际上是妖忍 这个呢 实际上本来要讲 严和为何能成为严福 等下我们说 当今的翻译 为什么不如严福 等下也好说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严福的翻译 既 群 心 获连 大家猜获是什么 获连是什么 他有些翻译是在中国里头找现成的词 已经有的词去翻译 对等的去翻译西方 这些是最早被取代的 你们猜被什么取代 或什么意思 商品 那么 莲呢 什么 交流 交流 浩可 记呢 OK 现在看一看 现在取代这五个词的词 严福把Mathematics翻译成了G 把社会翻译成群 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 把心理 把psychology翻译成新 把study of psychology翻译成新学 把商品翻译成货 把企业翻译成零 结果被取代 还有他另外一些翻译 比如是天眼被进化取代 你们猜 这个进化取代的是他天眼 这个字 你们猜这些词取代了他什么字 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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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可以猜出妥协 取代了他什么 他会怎么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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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他怎么办 看一看 你得一半 我得一半 他有意外 他有意外 这些合作 饿 那 他会怎么取代 他有意外 你得一半 他有意外 再下一个问题,取代他的这些词是谁翻的?取代者,终结者是谁? 如果真的没人说出来,那就真的很震撼。 梁启超,还有呢?梁启超也翻,但是不是梁启超,大家猜是谁? 林旭,林苏是吗?也不是,是一种人,你们猜是谁? 所以,我先不说是谁,先不说答案,我要告诉你,你不做话语提炼,你永远落后于现代社会。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如果你不做话语提炼,你永远走不出去,你永远落后于这个整个世界。 因为你的话语没有流传,是被日本人翻译取代。 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讲的话,70%是日语,不是中文,一定很正确吧? 以J字打球的判字,我罗列了大部分在这里,实在没空间了,我没有罗列下去。 我们现在讲的是日语,不是中文。应该说我们讲的是日语,不是中文。 是中文。 你看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熟悉的字,都是日本人体验出来的。 是否正好? 是否正好? 我今天就把它做得出来,把这个字给找得出来。 因为前两天,我的商学人没找到,我身边没手提,所以今天就把它做出来。 就为了震撼那一切。 第一说明,我们中国翻译不动脑筋。 第二说明,我们台语。 第三说明,我们要对中国文化还未走到前面去负责。 第四也说明,我们要支持阿富,要进行话语提炼。 如果说中国翻译最缺的人就是话语提炼的人,就是研究型的人,就是思考型的人, 简而言之,典型的代表,言辅这种人。 我敢说,研究研幅的人超过成千上万,没有人去说他这一点。 那么今天如果有新意,这就是今天的新意。 实际有限,这个我今天先讲,先讲这。 所以,我推出一个新的研究型的翻译过程,一个模型。 今天我说建模,这就是我初步建起来的一个模。 这个模受到两个人的启发。 第一个是马斯洛夫的启发,就是这个机子。 第二个是马斯洛夫的启发。 马斯洛夫说,实际上不要管传职达宇,这是我打的错字。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出现在这里。 我可能要打另外四个字。 我可能要打的是,众造众传。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字。 这是Steer Hall的一个模型,它对我们启发。 所以我要先说一下它们两个个题。 第一,从这个模型来看。 普通作品可以翻译。 点击可以翻译。 但最重要的是概念。 也就是话语体验。 这个要去多做。 第二,要有翻译。 也要跟我们的目标者,要有一种沟通。 一种交往。 一种交流。 要一起把一个概念给做出来。 那怎么把它做出来呢? 以翻译作品让我去看,它是不会参与的。 不会积极的参与的。 我先说一点的重要。 现在是网络2.0时代。 Crown Participation。 什么叫Crown Participation? 就是众语。 大家一起参与。 一起参与。 让读者也参与到意义的生成, 文化的传播过程。 那怎么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光看翻译是不行。 无论你翻得多么好。 第一,人家不一定看。 第二,人家看了也就看了。 现在这个世界上气息爆大,看了就看了。 怎么去让交流真正发生和产生呢? 要研究型。 要话语提炼。 我们要把它写成论文。 假设,途径之一。 我们去翻译中国文本。 不如写成论文去讨论中国的一些优秀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出话语。 发表了。 人家看,人家会做引用, 会去探讨, 会去反驳, 会去批评。 无论如何,不要紧。 交流发声。 在交流发声的过程中, 我们在探讨中国的经典的, 或者优秀的思想。 优秀的话语。 那么,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 一个完整的过程。 而不仅是单向的, 片面的, 部分的, 一段一段,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希望, 我们的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 应该有这种, 在这个人形的指导下进行。 我希望, 最简单的一点, 如果国家去播放, 我希望国家给话语提炼的人, 更多的资助, 更多的奖金, 更多的课题费用。 给你翻译的人, 那你, 应该少一点, 应该于商业行, 应该由出版社, 应该由这种出版商去承担。 国家行为, 应该去支撑, 概念的提炼, 讨论和传播。 这也是我给大家说到的一些, 未来学术的一些方法。 特别是, 如果你说, 呀, 我将来很忙, 不知道学什么, 不知道报什么选题, 可以考虑这个。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讲座的, 基本的内容和框架。 如果有问题, 现在看看时间, 只认识我看, 有没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手里, 还有我们的手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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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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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明通过普通的作品可以找到点及,然后可以沉淀成一些话语出来概念。 但是呢, 我后来想一想,为了我们做科学工作,最好是可以比,因为马斯诺的那个图像原来就是个正三角形的金字塔,所以我后来选择了这个。 这样子一想也有道理,就是说一普通作品也可以,但是要不断地可以通过普通作品去记载、传播这些经典的话语,但是提炼话语还是尖端工作,要更加去重视。 讲到严福的翻译,我觉得严福伟大就伟大在里面,第一,他了解西方思想,这个人说起来说他的成就,还有一个成就,他是中国的驻外外教官,他具备英文,然后呢,他对西方实际上我觉得是属于比较,起码比一般人了解很多,但是对于他来讲,翻译原文并不重要, 他关键的是把西方的思想引入中国,就一个话语提炼过程,其次他希望的是让自己的提炼出来的话语更广泛,更深度地去进入目标读者区。 所以他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的这个叫什么天眼人的翻译,错误百出,按照很多人觉得信他也就不增不加不减不删不改,实际上他又加了又删了又改了又,还有创写。 为什么?他心里想到的是名字。他说,我要翻译不是翻译文本,我要翻译的就是把一些关键的素语,话语,概念翻译给中国人,让他成为家喻不祥的口号。 实际上,国父论我没有分析,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个人做法是,首先他一脉相承,第二,他每一本作品可能都会有特定的目的,第二本我相信可能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特定的目的,但我没看过就不多说了。谢谢。 其他问题,同学们,后面那位男同学。 后面那位男同学。 这我刚才说支持啊,后勇啊,这要是男同学。 开始了,谢谢钟教授。 爆发了。 钟教授您好。 就是刚刚您听到您的讲座,您提到了一带一路,就是在我们文化输出的过程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我个人觉得一带一路它这个翻译,除了它这个词汇本身它是一个直译嘛,它本身的翻译不见得有特别绝妙之处,但是为什么它能被外国人所这么广泛的接受,是因为我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相应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然后通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让这个概念以及其相关配套的这种意识形态啊内涵能够被老外所接受。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做翻译过程中,就是除了专注于这个提炼之外,我们还要对于它这个文化,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要对于它的一些推广跟日后的这种维持的经营也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 实际上讲得很好,有时候当你实力足够大,你不用推广,人家主动就来宣传。 当你可以给巴基斯坦五百亿美元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想得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三个必不可少的环境。 当你实力足够大,即使你是溢出来是垃圾,人家也可以做。 这个是一带一路,one road one bill project for policy。 它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至于说,怎么去做? 这对将来的议者,我刚才说,做翻译,我希望大家成为一种研究型的翻译。 那我再补充一点,研究型的翻译很累。你要跟像博士和曹主任这种人去竞争,觉得压力很大。 那我退而求其次,去翻译点击,或者翻译李白杜夫、龚崎俊。 实在不行,去翻译王者荣耀,竟QQ也很好。 QQ现在腾讯也是四十万左右的一期嘛,对不对? 都不要去做这个嘛。 这个什么证书啊,合同翻译,随笔翻译啊,新闻翻译,你是一种需要挣钱,你是挣不着什么。 也给我们一个启发,这个世界上翻译最大的部队是政府。 政府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跟着挣点钱,挺好。 大叔先生,要走。 好,谢谢董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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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就喊。 我先生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当时严谱在翻译天眼认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 所以说,他是一个,他的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就是说自身在做努力创造的过程。 然后,我们现在说,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些翻译,其实前人是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借鉴的。 所以说,您刚刚说的这个话语,就是说这个话语的创造,可能我们就是说,一定是会受前人的影响的。 那么,我们是需要从这种影响中摆脱出来,然后再进行创造呢? 还是怎样在就有一个,应该你觉得应该是从前面一个思路走下去。 我觉得人力智慧,它既是我们的护盾,也是我们的压抠。 它会给我们启发,但也会压制。 第一个启发,跟着别人走,跟着规则走,很好,很舒服,但是没什么意义。 第二点,成为规则的制造者,设计者。 怎么去设计规则呢?要学的更好,研究的更好,成为一个更好的学者。 或者,如果扭的是当一个大门。 还有,你刚才说,我们借鉴经验。 这个世界我们借鉴了很多经验,但没有人去借鉴严福的话语提炼。 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中国现在百分之七十的语言是日本。 你看那些很多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日识,说抵制日货。 那你如果真的抵制日本东西,你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 你都无话可说,对不对? 怎么办? 下一点。 你刚才还说到一点。 我们借鉴什么情? 那借鉴严福的情,我觉得很重要。 其次呢,我再觉得,真的鼓励大家去尝试。 你们去看一下严福这本书。 《无论语的多厚》。 它前年只有两月。 这两月里头,既对翻译进行了话语提炼, 也对这种稀缺进行了话语提炼。 工夫很扎实,我们就缺这种。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回答你的问题。 再说。 就是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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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见笑。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 学严福他做的翻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文言性的翻译。 然后,像我们现在,它是一个白话的一种翻译。 我觉得就是,其实像这种文言和白话, 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说。 怎样去从严福的这个翻译里头去学习呢? 学严福不是学严福的文言文翻译, 而是学它的精神。 研究的精神。 思想的精神。 提炼话语的这种精神。 不要低估自己的通俗语言的力量。 你们我还不知道。 你九零后吧。 我不太知道。 八零后九零后。 九零后。 零后。 零后。 九零后。 你们八零后。 用通俗的语言。 你前面你的学姐。 你的学姐。 学哥。 八零后的人。 用通俗的语言。 曾经制造一个, 或一个风靡全国的词。 对我都有启发。 当时对我启发的时候, 我已经年过半半了。 这个词叫做给力。 实际上, 中国你们现在有一代人。 这一代人。 我再举个例子。 刚才没有。 本来想着时间有限。 我不举这个例子。 今天再讲讲。 老百姓的话语。 就是说我们学者不做不要紧。 老百姓已经走在了前边。 他们已经在做。 这是网民提炼出来的英文字。 。 笑而不语。 他译成smilence。 同志争忠诚眷属。 译成了together。 中国特色的民族。 中国特色的民族。 民族。 叫做democracy。 。 批名译成了citizen。 中国的互联网。 大家收不到五个对不对。 Facebook。 叫做internet。 移民叫做entizen。 然后, 中国特色自由叫做freedom。 政府有关部门叫departement。 政府有关部门叫departement。 本来我不想讲。 如果今天出文节, 不要怪这个东西。 你如果讲出来。 意思是, 你们这一代人也很有创造力。 但你们这一代人里的学者 要做得更好。 要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刚才说, 有些言福的翻译, 我们根本看不出原因。 所以, 我相信老外去看这个也会会心一笑。 对不对? 能猜出一支又是新的英文词。 这也是话语体力。 包括这个中国互联网, 那就是一个话语体力。 特色的东西。 当然, 这不一定是中国思想的精华。 要说一点。 曹老师, 不要关注我。 这不是计划, 我们不要翻译这个。 但他给我们提了一个, 老百姓, 网民, 年轻人, 就是你们。 大家说的, 辟人, 乙民, 已经走到的前面。 我们学者要迎头赶上。 有回答你, 问几秒? 有, 有, 有。 那就可以坐下了。 要问你真的, 我会觉得很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继续, 没事。 我还有问题。 那就再来。 就是说, 您刚刚说的这些词, 它都是一个就是说, 创造了一些新词。 那么我们就是说, 这个翻译的过程, 比如说翻译成英文, 然后, 最主要的还是应该说, 它是用原有的那些词, 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来。 但我今天说的已经不仅仅是翻译了, 包括动员大家搞学术搞研究协论的。 包括翻译, 言福翻译完了以后, 写个前言, 前言绝对不是翻译, 它是对这个翻译文本的一个高度的概括。 对不对? 那我说一个常规, 只有翻译是指教作品。 你去看看你们老师做的事, 你去看看电影导演工程师他们做的事, 他们每做一件事都有一个方案, 所以这就是我的翻译理论, 叫方案翻译法, 方案教学法, 翻译评估法的处处。 我觉得翻译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业, 翻了就行了, 就是我心发芽。 你去看导演, 导演每拍一个作品都要做一个导演, 中国叫做导演, 叫什么, 演员也要写一个, 我要演一个什么角色, 演成什么风格, 什么样的人等等。 每个人都要先写出一个小的报告, 只有翻译不行。 那么你可不可以像严谱一样, 我写一个前言告诉大家我要怎么翻, 然后我就去翻。 这实际上是我另外一个理论, 叫plan based translation 的书学。 我其实说, 好像我说是新的东西, 我是受到the best practice, 在某些行业里的best practice 的启发。 我希望我们翻译也要不要太弱, 不要太弱智, 就这个意思。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 非常谢谢您。 好, 不客气, 很荣幸, 有人一问问三个问题。 如果小朋友有问题, 请不吝点赞,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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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还有一部分, 年轻老师, 这个, 下午的讲座呢, 中教授的讲座对我留下两个很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 关于这个方译呢, 中教授用的是那个话语传播的那个模式。 这个模式呢, 在这个模式当中, 那个翻译过程只是一步。 那个模式, 我感觉跟那个德国功能和翻译理论里面的那个模式比较接近。 它是一个, 不只是包括翻译过程, 还包括那个接受过程。 就是这样呢, 可以拓展我们视野, 让我们把这个翻译行为呢, 看得更加远一些。 这个翻译行为结束呢, 并不意味着这个翻译的结果, 的那个接受也结束了。 第二点呢, 就是, 就是中教授提到的这个话语提念呢, 对我们也有这个很大的启发。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 刚才有同学呢, 也提出那个一带一路那个防疫啊。 其实, 好像前几年我们中国政府去大肆宣传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的时候, 澳大利亚总理是对这个译文提出了意义的。 但是, 我们还是坚持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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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体现了一点那个自主性, 或者体现了这个, 这个, 我们自己的, 所谓的那个制度自信, 或者什么自信, 。 这个, 所以, 就是在话语提念的时候呢, 可能会要, 要, 动用更多的智慧, 不只是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 然后, 第三点呢, 周教授在, 在国外呢, 大概三、四年了, 但是, 这个, 我一直很好奇, 这个, 汉语怎么还这么地道啊, 国家话也这么标准。 然后, 就是, 毕竟在, 在我国外呢, 待的时间很长, 就是, 不把这个讲座当作是那种, 是死绑的那种, 旺书, 而是, 像上课一样的, 这, 可能的, 经常深入, 这个同学啊, 这个, 这个讲座呢, 非常的生动。 呃, 也希望呢, 以后我们还有, 还有机会, 再请, 这个, 啊, 周教授, 再到我们这儿来讲学。 今天呢, 这个讲座已经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以上。 那, 最后呢,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周教授。 谢谢。 谢谢大家。 你们现在回到 中等下来, 我去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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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吧